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今天的故事我们来还原一个号称中文互联网上 有史以来最强的都市传说 双鱼玉佩 双鱼玉佩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9年 6月3日的一篇《天涯神帖》中 6月2日楼主发帖问 中国有没有调查异事件的官方机构 第七楼有人提到 1981年3月彭家木事件之后 中国成立了异事件调查的官方机构 紧接着彭家木失踪的神秘事件被扒出来了 这个所谓的异事件调查官方机构 也越来越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当时驻扎在罗布泊的中国秘密核军事部队 第二天中午 铁子盖到了第112楼 一名叫做218的网友现身了 他淡淡的说 大家别乱猜了 你们如果知道一点点真相 也会对现在安定的生活万般珍惜 一语激起千层囊 网友们炸锅了 纷纷要求218讲出他所谓的真相 紧接着第174楼 218说 大家不要急 晚上我会更新 总之这件事情与外星人无关 与外国敌对势力无关 因为这件事我受到了很大的牵连 但我不怨国家和我的领导们 换做我坐了他们的位置 我也会这么坐 到了晚上7点23分 铁子已经盖到了200多楼 网友218再次现身 介绍自己是一位退伍军人 95年入伍 曾在大西北服役 还记过一次二等功 紧接着晚上7点59分 恰好是第218楼 218讲出了一段亲身经历 他说 大概1998年8月份左右 连长把他和赵某 叫到了首长办公室 结果他们来到首长办公室一看 首长的位置上 竟然坐了一个神秘的大块头 而首长呢 小心翼翼的坐在一边 大块头的军衔 还特意被一块红布遮盖着 接着 首长对大块头毕恭毕敬的说 就是他们两个人 您看行不 大块头打亮了他们两人一番 然后说 安排他们到文档市去 现在就办 首长啪了一下进了一个军领 说请领导放心 讲到这里 218突然中断 紧接着晚上8点06分 网友大雪鸭心 在219楼回复 218你要是敢讲出 和双鱼玉佩有关的事 我就掐死你 8点09分 218在221楼回复 双鱼玉佩是什么 然后218和大雪鸭心 两位当事人 再也没有说出过 关于双鱼玉佩的任何线索 但是双鱼玉佩 罗布泊 孔家木 官方易事件调查机构 退伍军人 这些关键词已经出现 网友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早已炸锅 突然有一位叫做 五欲网西行的网友 在第4689楼说 看大家闹了很久了 终于忍不住了 反正我也要西去了 我不在乎了 简单点说 罗布泊 有牧人报告 发现当地出现了这种情况 天气突然异常 地表环境有短时间的重大变化 随即又恢复原状 于是安排 在鹏家木领队主要是军队里的一些人组成的考察队去调查 结果有了重大的发现 找到了一个基本保持完整的工程设施 很难形容这个设施 设施里面有很多大量的装置 大部分都已经失效了 或者到目前还不知道如何使用 个别装置的功能被甄别了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双鱼玉佩 为什么叫双鱼玉佩 不是因为外形 是因为研究人员初次发现它的功能 是在实验室里用一条鱼做实验 玉佩突然启动 一条完全相同的鱼被复制了出来 为什么鹏家木失踪呢 不是这个人找不到了 而是出现了两个鹏家木 在此情况下 对外宣布鹏家木失踪 所谓的镜像人现象 就是由此而来 大开的情况就是如此 随着这个铁子一同发出的 还有一段附录 以上科幻玄幻之说 大家悟信 菱形器名 故知所有 到此为止 终于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轮廓 将博布鹏家木双鱼玉佩 官方一时间调查 这些关键词完美的组合到了一起 顿时间整个中文互联网炸锅了 无数网友在讨论双鱼玉佩的故事 按照时间线数里 完整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四千到三千五百年前 也就是下朝末期 商朝初期 罗布泊周围 居住着很多原始的印欧人 也就是最古老的亚历安人 1934年 在罗布泊西北岸的 楼兰古国遗址中 出土的那具小和公主木兰仪 就是这群人 我们姑且称他们为楼兰人 传说楼兰人是这个地球上 最古老的私路经销商 东西方无数的远古密法传说 甚至上古神族的遗物 高科技档案等等等等 都在他们这里提散 更有传说 当时仍然有一小撮上古神族 就隐藏在楼兰国中 这些上古神族与西藏有关 他们居住在地下 他们沿着高原水脉 掏空了整个羌塘高原 而罗布泊的地下深渊 正是他们往返于地下世界 与人间世界的门户 到了2300年前 楼兰人被肉资人征服了 肉资人不仅让楼兰人 让出了私路最大经销商 这个金饭碗 还进一步逼迫楼兰人 让他们交出一切 与上古神族有关的秘密 此时的楼兰人 毅然决然地断绝了 与地下神族的一切沟通 誓死捍卫这个秘密 他们想让这些秘密 就此成为传说 100年后 到了2200年前 肉资人被更加恐怖的 匈奴人击败了 匈奴人发誓不惜毁灭 整个楼兰 也要得到传说中的 上古神族秘密 楼兰人被匈奴人 蹂躏了30年以后 他们不愿意看到 自己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 就这样被匈奴人 彻底从地球上抹掉 终于 他们中的反对派 以上古机密为条件 向匈奴人的敌人 发出了求援 公元前77年 汉朝使者 副介子到达楼兰 二话不说 当庭斩杀楼兰王 再立新军 迁都散散 与此同时 汉军铁骑 开尽散散 与匈奴对峙 最终 这把打开 上古秘密的钥匙 落到了 汉朝人手中 从此 得到了一些 上古秘密的汉军 变得 所向无敌 汉军的铁骑 在西域 在北亭 在如龙 在漠北 四面出击 打得匈奴 远顿东欧 匈奴远顿以后 大汉被新莽篡权 王莽其实是个 关键的人物 他的故事 我们后面会说到 大家先记住这一点 又过了450年以后 当北魏 拓拔鲜碑 开进楼兰时 这里已经不再是 从前的 丝鹿绿洲 罗布泊 已经迅速干涸 楼兰人 早已消失 一切都被 凤沙所掩埋 一切秘密 都归于尘土 但鲜碑人听说 楼兰人的一小丑秘密 曾经被肉资人 带去了印度 于是 鲜碑的北魏 和继承大统的 礼堂 勿于余力地 去印度取经 又过了1500年 时间到了1900年 瑞典人 斯文赫定 再次来到了 罗布泊 在封沙中 发现了 楼兰古国 发现了那位 小和公主的族群 似乎 一切秘密 又将 重现人间了 很快 50年后 1950年代 罗布泊出现了 沙民的传说 沙民是指 国民党的残余部队 他们且战且退 躲进了罗布泊 但当解放军 追击到罗布泊以后 却发现 沙民的生命力 异常的顽强 夜晚 借着微光 就可以精准的 击杀 跟踪他们的战士 被抓住的 沙民妇女 即使没有了血压 还能自然分娩 就算是一名 年老了沙民 他的体力 也远超一位 年轻的战士 这批人 后来没有下文了 但他们是故事的影子 我们接着看 与此同时了 罗布泊还出现了 镜像人的传说 镜像人 是指一些胆子大的 摸金校尉 他们三五成群 沿着当年 斯文贺定的主祭 寻夺不破中 寻找古楼兰的遗产 但是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变得 疯疯癫癫 力大无穷 还充满了暴力倾向 最可怕的是 这些人当中 很多是成对出现的 去的时候 一个张三 回来的时候 变成了两个 一模一样的张三 而更可怕的是 其中一个张三的 内脏和生理结构 完全与正常人相反 还有更可怕的 这些罚狂的人 抓伤或者咬伤 正常人以后 正常人不久以后 就会和他们变得一样 人不人 鬼不鬼 像丧尸一样 根据美国作家 麦克斯·布鲁克斯的说法 罗布泊最后一次 爆发丧尸事件 是在1987年 当时 飞过中国的 美国高空间谍飞机 发现 成群的丧尸 在围攻中国军队 位于罗布泊内的 秘密合设施 军队出动了 坦克和装甲部队 亲密这些丧尸 这则记录 被麦克斯记录在 他的书籍 《丧尸生存首射》当中 麦克斯进入这条 丧尸事件的来源 则是同期 瑞典媒体的报道 说回我们的时间线 1950年代的 沙米镜像人事件之后 接着就是 1960年代的 核爆事件 当时 美苏两位霸主 突然一反常态 同时支持 中国四爆原子弹 中国在1960年代 有如神柱一般 迅速开发出来了原子弹 1964年 在罗布泊 核爆成功 紧接着 又用了三年的事件 中国又开发出来了 至今 美苏都没有掌握的 鱼敏型氢弹 同样在 罗布泊 释爆成功 从此 沙米镜像人的传说 渐渐消失了 传说 美苏霸主 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 是因为 他们的情报 都证实了 罗布泊 丧尸的存在 同时 据传说 美苏的情报也证实 中国从罗布泊中 发现了一些 有关控制核能的 上古秘密 中国基深核大物 势不可挡 回到我们的时间线 故事继续 1960年代以后 中国政局陷入瘫痪 直到1980年 中国重新走上 正轨后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组织科考队 进入罗布泊 继续寻找楼兰人 遗留在那里的 上古秘密 这支科考队 正是 捧家木团队 官方资料中显示 红家木团队是去 罗布泊寻找 甲矿的 甲矿是生产化肥 发展农业的 必须矿产 但地大物货的中国 却偏偏缺少 甲矿 但是在都市传说当中 科考队的成员中 红家木是 植物病毒学家 其余的队员 也都是生化专家 和动植物专家 寻找甲矿 竟然一个地质学家都不带 实属诡异 后面的传说就结上了2009年天涯上的故事 宏家木团队不如死命 找到了上古神族遗留在罗布泊地下的遗址 遗址中的设备竟然还能使用 这当中就包括双鱼玉佩 故事发展到这里 在双鱼玉佩的基础上 网络上又衍生出来了双鱼玉佩之后的新版传说 是这么说的 除了发现双鱼玉佩以外 童家木还有另一个发现 那就是他们找到了 杀鸣和丧尸病毒的源头 原来在上古神族的遗址中 有一种被封印在植物当中的病毒 一旦有人食用了植物以后 就会迅速被病毒控制神经系统 让机体分泌出超剂量的激素 机体变得不知疲倦 没有痛苦 可以一直奔跑 直到机体不堪重负 彻底坏死为止 同时这种病毒还可以通过体液和血液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传染性极强 但是 统家木也有信心用科技手段 控制着这个被封印在植物中的病毒 让它成为加速科技的钥匙 于是 统家木携带着双鱼玉佩 和封印着病毒的植物标本 它要让这两件上古神族的秘密 重回人间 但是回城的途中 彭家木察觉到 科考队中的成员成分并不简单 极有可能存在美俗间谍 于是 他先是故意绕路 让整个科考队陷入了必死的绝地 疑是彻底断绝特务与外界的联络 而是在暗中观察究竟那些人是特务 彭家木对特务的底细凶幼成竹以后 他就以球员为幌子 用野骆驼的暗号向军方发消息 军方得到消息后立刻提前介入 但事发当晚 也就是彭家木纸条上的6月16日当晚 特务也察觉到自己已经暴露 于是特务们提前展开行动 准备消灭团队中的彭家木支持者 抢夺彭家木随身携带的两样史前高科技遗产 17日彭家木再次用找水的暗号向军方留下消息 而彭家木的中程团队 已经将特务们引到了提前不自豪的埋伏圈中 但不幸的是 在和特务的斗争当中 彭家木本人不小心被双鱼玉佩复制出来了两个 最后军方及时赶到 消灭了特务 一切罗布泊中的上古秘密都被保守在了中国境内 但是彭家木被复制出来了两个 这个事实无法改变 如果不处理好 外界还是会知道罗布泊的秘密 军方为了向外界彻底掩盖秘密 只能说彭家木已经失踪 更是煞有其事的释放烟雾弹 组织了前后六次对彭家木的搜寻 让境外势力误以为中国急切的想找到已经煮熟 但又飞走了鸭子 到了2019年双鱼玉佩曝光10年以后 网上又开始流传后续的故事 这个故事这么说 军方易事件调查团从80年代开始 一直到2010年代 已经掌握了很多上古秘密 但军方惊讶地发现 这些秘密科技不仅作用于我们这个时空 还能因为其他时空中上古秘密已经被扩散 而对我们这个时空产生担扰 于是军方制定了X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前一位穿越者回到古代 回到楼兰秘密刚刚被泄露出来的时候 彻底销毁这些秘密 从而保证我们现代时空的单纯性 这一次又是彭家木至高费勇地站出来 前去执行X计划 彭家木让一个分身留在现代传递情报 另一个分身回到汉朝 成功篡夺了大汉江山 并且从汉朝那里继承的刚刚泄露出来的 楼兰秘密 紧接着他集中销毁了所有被流传出来的楼兰秘密 然后立刻安排这个本不应该出现在历史上的朝代 迅速灭亡 于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上看到了一个 假在西汉和东汉之间 仅仅立国14年的新网王朝 看到了一个发明游标卡尺 解放龙儒 平均地权 践行社会主义 甚至发明了迷你群的穿越皇帝 王莽 郭沫若说 王莽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他的思想简直和七八十年代 中国社会主义者一模一样 殊不知 王莽正是因为从现代穿越回去 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最后夫人说 双鱼玉佩是11年来网民们集体创作的都市传说 纯属娱乐 故事情节 人物名称 如与现实媒同 纯属巧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